这个微波炉好久没有在桌上做着跟大家聊天了对吧 这一次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就是 看到我手上的泡沫球 我要变个魔术 把它打开 放进去 关上 开机 然后 稍等一下 好 时间到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我们爆出来了一双 ETVU中底篮球鞋 这个中底相信大家非常熟 这期节目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下 刚刚把泡沫进去爆出来的一双鞋底 ETPU的内容和运用 以及EVA中底 ETPU和EVA中底的一个介绍 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来看看 它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日常我们评测球鞋一般分为三个部分来讲 鞋面 中底 外底 中底作为球鞋最轴性的部分 很大程度决定了球鞋的性能表现 我们常见的中底材料是EVA材料 像素发泡材料 比如 TPU 阿迪达斯Bounce MAC的FINAL 200中底 它们都使用化学发泡剂实现发泡 和其他高分子材料混合衍生而成 在2013年 阿迪达斯和德国化学公司巴斯夫 一起推出了布斯的缓震痕迹 以TPU材料开启中底缓震的新方式 外形酷似爆米花的ETPU 生产方式也与爆爆米花十分相似 以TPU为基材 高温流体微发泡技术 制成单位颗粒 通过水蒸汽成型工艺 制成复杂结构的ETPU制品 整个过程就为物理变化 这比EVA的化学反应环保健康了十多 对于ETPU的中底 大家的第一印象是材实感 这一点我保持质疑 毕竟我也没踩过屎 但出色脚感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ETPU的回弹性能 让鞋中底的缓震性能极佳 但在篮球鞋领域 有极佳的缓震是不够的 从2016年阿里达斯推出 地鱼双全掌布斯的篮球鞋开始 大面积的外包围 贯彻整个中底的TPU之身边 都在为布斯的保驾护航 增强中底的强度与稳定性 达到更好的吸震效果 相较之下 EVA则更轻更硬 且吸震效果更好 ETPU与EVA没有绝对的好坏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EVA有着更好的可塑性 可上色性 在球鞋设计上 可比颜色单一造型简单的ETPU多得多 ETPU则有很强的稳定性 伸展还原性 这也比穿了一段时间 满鞋褶子的EVA好看不少 随着国内制鞋工艺的不断进步 ETPU也开始被运用到 国产自主品牌的中底科技中 但这不是抄袭 国产自主品牌 也在用自己的实践与智慧 调配出更完美的中底表现 比如阿玛鲁的超强碳纤维板 H7不同调配的全开放ETPU 这都让中底得到了很好的性能提升 那么拆东西自然也要拆点东西对吧 首先是这一双 大家期待一久对吧 前两天预售的阿姆鲁青甲二代的sample 那么还有一双 就是比较古老的 Hyper系列的球鞋 这两双鞋都把它是中底进行分离 鞋楦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42.5的只是43的 然后这一双 因为它是EVA材料 那么EVA材料这个特性就可塑性高 我一边聊一边给大家介绍这两个对不对 然后中间可以去压磨找支撑片 虽然说中间是最细的 但是它还是有支撑片 然后前掌可以压一个凹槽 因为模具里面成型率很高 而且它的那个叫什么 残次频率 残频率也很低 还可以塞一个Zoom气垫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最感兴趣的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可以现在发个弹幕 然后我再多拆一点气垫 包括像Max气垫什么聊一下 这个今天就不延展讲 我相信大家应该想看 我自己想看 你们可以在弹幕里说一下 想看哪个方面对吧 现在给你们三秒钟可以聊一下 好 再说回来 然后它的一个硬度也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它有缺点对吧 虽然说它里面的后掌部分的缓震 就是在Fylon终于上做了冲孔 那么Fylon是二次热压的EVA 单次热压成型EVA就是这样 当然只是鞋面 鞋底部分还是另一种材质 因为它可以当大底使用 这个后面跟大家再聊 如果你们想看 关于EVA所有拓展的东西 就是Fylon Cushlon Lunanone 还有像PU 很多EVA扩展材料 后面我可以单独做一起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也可以聊一下 好 然后这个呢 它就会 主要的后跟的缓震就在这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鞋垫 一个中底部对吧 但是这个缓震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经有一点塌陷和快缩了 包括后面这个部分 还有这个部分 所以说EVA做的Fylon Cushlon 都有很大个问题 就是耐久度很低 为什么呢 因为它热压成型的一个发泡材料 那么发泡 发 到这边 大家可以看这个画 它发泡出来先是倒颗粒进去 然后直接热压 热压出来后 就跟馒头一样的会很胀开 那么胀开以后 它旁边会溢出的那种EVA的废料 那么需要人工给它裁掉 那么裁掉以后二次热压 然后再去一个模具底里面扣上 再一次冷热压缩 因为可以把大底直接上上去 那么就是一个连中抵在外底的鞋 那么如果像这种单个的 只要两次热压就OK了 但是这个还有一次压 就是它外面有这个网布 这个可以留在后面再讲 如果大家想看EVA大的节目 大家吃什么吃过发膏 我虽然说没买到发膏 这里面是有很多空气小柱的 那么这个也同理 如果你体重比较重 自重比较重 然后搭发各方面 然后穿着时间变长以后 它的里面的空气会逐渐的被排掉 那么排掉以后 就造成了这个材料的衰减 以及它的形变 这个是后跟产生形变 踩出来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那么这双AJ32我个人很喜欢 显得也穿了大概一年多了 然后在侧面出现了非常难看的压痕 包括内外侧都出现这种老化硬化的现象 那么这就是这个材料的弊端 ETPU呢就相对来说有一点不一样 它的工序会更复杂 机器也会更贵 首先呢它是一个大袋子 然后一根管子吸 把这个小高米花颗粒 吸到各个模具当中去 然后直接压盒盖上以后 进行一个抽空器 蒸汽高温热压 啪 一定要蒸汽高温 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蒸汽高温 可能一定要水汽或者说高温的结合 才能保证它的密闭性 还能把这个压上 然后这个掉出来就变成了一个纯白的底 那么这个呢 它是爆米花颗粒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把阿迪有那个 阿迪的那个boost的小球 那个小球跟这个鞋底一样 我还准备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因为它胶太厚了 外底拆不开 然后我还把另一双仙剧7 就把国产两个做ETPU 比较还可以的 来来聊一聊 因为它们两个硬度也不一样有区分 然后这个呢 横截面可以看到 它是比较齐整的 上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小小的一个间隙 那不容小的抱起来一坨一坨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爆米花中底 TPU热压高压加催化剂以后 形成的小球 那么这个底儿呢 就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刚刚说了EVA还有点忘了说 就是它不耐低温和高温 它在高温低温情况 会变得非常不稳定 然后这个还有点忘了说 就是EVA中底它有一个疲软性 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一个Phylon的中底 你跑了个全马下来 然后这个鞋中底可能需要24个小时 才能把这个疲劳量给它缓冲过来 它有一个材质的物理疲劳性 那么ETPU是没有这个特性的 无论你是多高强度的运动 它该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从零下20度到 从零下20度到零上40度 它都能够保持它的一个物理特性的不变 高回弹高回弹比对吧 就是弹软弹 然后整体的一个稳定性也非常强 但是它也有缺点 第一个什么难上色 那就为什么大家看 哈登啊什么很多像MakiBoost 很多些基本上都是白色的TPU 极个别部分会出现黑色的TPU 因为配方配料不同 阿迪达斯的Boost 很少会做异形的Boost 唯一一双就是这双BYW 我买的是生活版我给它拿过来看一下 唯一一个呢就做的比较异形的 就是这个模仿天族做的Boost 其他的呢都非常老实的用了这种 比较普实的对吧 圆柱体型的整个就是一个中底 那么可能还有那个Easy500 也是这种造型 那么在国产厂商做的尝试当中呢 阿姆鲁它把ETPU做成了这种 像这种阶梯形的 然后一层一层有这种压线的 然后整体看起来会有一种溃缩感 就像弹簧一样的 那么仙鲁锡呢把它做成了 像这双很类似的外形对吧 然后呢上面会有一些纹路 但这个呢它的一个特性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硬度 我们还买了一个硬度计啊 特意测了一下它们几个的硬度 在这双 阿姆鲁的ETPU上的数据是 前数据值越大 代表它的硬度越高啊 阿姆鲁这双是前43后39 后面会比前面要软一点 前面的启动感觉会稍微好一点 那么这一个EVA中底的硬度呢 是前面61后面41.5 然后在前面有气垫的情况下 这样去测量硬度的话 它的数据平均数值是68 那么这个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Nike这个气垫它的硬度高 但是它的弹性很好 它弹性很好 它有一个气性 所以说想看气垫的可以留言对吧 包括像如果你还想我吧 把气垫和EVA材料单独拿开讲一期 我再去测硬度啊 各方面大家可以去 留言弹幕里面聊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想买 这个节目是个小影子吧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EVA和ETPU怎么做的 怎么来的 叫什么名字 有什么特性 对不对 好 这节目的基本上啊 讲的点差不多就 就就 希望大家看过这期节目以后 看到这种类似的国产或者其他品牌 像其他品牌也有像做ETPU的 好像叫 索尼康 索尼康 他们也在做 类似于ETPU的材料 只不过他们那个不是做在 大致中底 他们是夹在中底当中 他们是在跑鞋里面夹的 那个好像脚感也不错 其实很多品牌都有 现在可以闲聊一下对吧 像安踏的A-Shock 还有A-Flash Foam 然后还有像匹克的P4U 还是那个非牛顿流体的太极 那个呢 我倒是还没怎么研究一下 到时候后面我会拆手上来看一下 包括他最近出那个拖鞋 我一直在等匹克出篮球鞋 这个后面可能会跟大家聊一下 就像匹克的太极这么火对吧 可能全中国对这个鞋 没有做过任何报道和体验的 就是我 刚刚我买了那个太极 但我自己还是穿 就我没有想说拿着他做一期正片 所以等蓝鞋到了再做一下 你们说我是不是 全中国做这个球鞋 或者说这种鞋子 这种自媒体也好 或者说平台也好 唯一一个没做的 你这么说好像还真有点 好了 这节目的到就结束了 关于EVA Zone ETPU P4U 还有什么大家想看的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面跟我说 还有一点什么 因为这期节目的很多都是我自己去 跟小孩同志我们查阅资料 从404到国内的直网 从论文到一些东西 就还是想把这个讲的深入浅出一点 跟大家去粗略的过一下 让你们有一个概念 那么后面 还有就如果讲的不对 请你们在评论里面说出来会置顶 然后像一些过程流程 可能你们更想听哪个部分 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面一步一步告诉我 我个人对这种节目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这一次就是我们查的资料远远比我讲的多 但是留了几手对吧 因为时间我这个人比较啰嗦 我怕节目时间太长 留到后面大家想看哪个 我们做哪个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花絮了 花絮将是拆解这双鞋 也包括后面闲亮了一下吧 我们花絮见 拜拜 想要这个sample 我拆解的样本的话 可以在我做完那个正片 阿姆路20正片以后 去三连一下 包括这一期视频 大家想要什么zoom 这种残次品的话 可以留言三连一下 可说别哪天呼声很高的话 我就在哪天直播里面把这个抽了 然后把这些做节目的样品 送给你们玩一玩 好 嗯 我觉得花絮讲讲还挺好玩的 像很多鞋对吧 这种 发泡中底 发泡中底 对吧 都是做过调教的 它们的硬度都不一样 稍微搓一搓 我们就不搞那个读术了 稍微搓一搓 搓到底 59.5 然后再 再试一下这个 53.5 然后再试一下这个 32.5 这个生活版的 这个花絮可能有点长 我估到半天了 30.5 这个是30 33 44 然后55.5 55.5 呃 59 我记得好像是 因为它里面有个塑料的支撑 cage 所以说可能会 好了 本期正片就到这儿了 这个硬度计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硬度计 还有什么想测的东西 哎呀 我觉得除了终点没什么了 都可以聊吧 我觉得看到这儿的应该是真爱粉丝了 然后阿姆路把样品把大货的样品寄到这以后 我晚上会开个直播跟大家聊一下 哎 就算是看到这儿给花絮朋友给一个再小一点的彩蛋 然后这双鞋 拖拖掌也ok的